我们就喊出了一个口号 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 完整地交给21世纪 三年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 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 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 统治河变得必泊荡漾了 2000年当时北京市正在承办2008年奥运会 我们不希望大体量的建筑物 大规模的建筑群 寝入到中轴县和故宫景观周围 我们就在中轴县两侧 画了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 绿色的地方就是不能建楼房的地方 就是保护北京传统四合院平房胡同的地方 正是因为有了这套屏障 北京市中轴县今天申报事情才成为可能